早上6點17分 歡迎您收看中天氣象站 我是劉妮秀 趕快帶你來關心今天外頭 台北市的溫度28度 降雨距離0% 幾乎是不會下雨的 不過要提醒大家 今天仍然全台灣 很多地方仍然是高溫 非常炎熱的狀態 高溫警示 趕快先透過目前的資訊圖 等你了解 橙色燈號 台北市花蓮縣台東縣 也就是36度以上高溫 連續三天 另外黃色燈號 警示的範圍還包括了 就是基隆跟宜蘭 可以看到台灣的東半部地區 幾乎都在高溫警戒範圍 特別提醒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相對的天氣很悶很熱 記得一定要小心防熱傷害 另外溫星雲圖同步來關注 由於太平洋高壓持續 籠罩我們台灣 各地仍然目前是多雲稻晴的好天氣 高溫炎熱 而且很多地方甚至會達到35度以上的高溫 特別提醒大家要留意了 而定量降水預報圖同步來關心 可以看到白天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尤其在午後山區 還包括花東地區 山區 中部的山區 都會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暫陣雨 不過降雨的範圍非常的局部 到了晚上天氣會相對更加的穩定 幾乎都不會下雨了 最後透過關鍵字來提醒您 今天的天氣重點 提醒大家還是一句話 熱 千萬要適防熱傷害 平均高溫全台灣 高溫35度以上 千萬要小心防震暑 以上是記者最新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